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陆新闻 中共三中全会前 北京卫戍区政委换人 日前 中共北京市党管武装工作会议召开 显示北京卫戍区政委换人 而新上任的朱军在互联网难以搜寻到其履历 中共下月将开三中全会 换人消息引关注 北京电视台对六日召开的北京市党管武装工作会议报道提到 会议由北京卫戍区政委朱军主持 首度披露卫戍区政委已换人 不过 目前在公开渠道难以找到新任政委 陆军少将朱军的背景资料 新闻画面显示 在北京市党管武装工作会议主席台左方就坐的朱军 负责主持当天的会议 他身穿陆军军服 佩戴少将奸章 主席台上还有北京市委书记 北京卫戍区党委第一书记引力 北京市委常委 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文化等人 北京卫戍区是省级军区 负责保卫首都 卫戍部队在方间有御林军之称 平时守护中南海等重要部门 暂时掩护中共高层撤退 有说法称 控制了北京卫戍区 相当于将半个北京置于手中 卫戍区司令历来由中共军委主席指定 任用其信任的人 在2015年军改中 各个省级军区或警备区改由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管辖 但有三个例外 即北京卫戍区和新疆军区 西藏军区划归陆军管理 继续保持战斗部队职能 做到随时能战 北京卫戍区政委 司令在2020年前后相继换人 张凡迪2019年12月调任北京卫戍区政委 次年7月 官媒也报道副文化 接替王春宁中将 统领御林军 2020年7月14日 北京市召开2020年征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会议由卫戍区司令员副文化主持 这是中共官方首次披露前陆军第81级团军参谋长副文化 接任卫戍区司令员的消息 意味着王春宁继2020年5月卸任北京市委常委后 在卸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王春宁卸任北京卫戍区恰逢中共北戴河会议前夕 每年的北戴河会议几乎都传出中共高层激烈内斗的消息 随着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即将于7月召开 卫戍区主观换人消息近日引起关注和议论 下面请听大纪元记者程静洛亚采访报道 高考考场附近大面积断手机信号引发重怒 年年举行的大陆高考被形容为摧残人性 今年高考从6月7日开始 1342万学子涌向考场 考场附近的手机信号被大面积屏蔽 断网 电信商乘试房作弊 但引发重怒 分析认为 这是小题大做 或是为战时大面积断网断信号做测试 各地考场附近断网断手机信号引民愤怒 中国每年一度的高考规模之大世界第一 中共教育不称 今年高考的人数达到1342万创下记录 这也是连续第六年 高考报名超过1000万人 今年的考试从6月7日开始 在新高考改革后 全国多数地区考试期为2至3天 北京等少数地方将持续4天 在以往考场尽造尽名 尽娱乐 尽交通的基础上 今年又多了个尽信号 中金在线报道 中国三大运营商于6月7日至9日高考期间 对部分通信信号进行调整 称打击作弊行为 营造一个公正 公平的考试环境 报道说 高考期间 全国各考点将启用大功率信号屏蔽器 同时 三大通信运营商 也将主动调低考点周边的5G基站信号强度 将导致高考考点及周边区域的手机用户 经历信号减弱甚至中断的情况 此外 市民们也可能会遇到 无信号 信号弱 呼叫失败 通话断序以及短信收发不成功等问题 上海一位市民告诉大纪元 他收到一封短信 该市民向大纪元介绍 他是6月4日下午收到的 觉得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普遍发布的温馨提示 此前没有留意到高考时类似的手机短信 感觉这次是第一次收到 这是中国目前极不正常的状态 高考时断成戒严状态 也有河北民众收到了电信公司的短信 他向大纪元介绍 因为属于北京周边地区 所以这方面管控比较严 类似这种的高考手机短信提示 前两年都有 但也有河南郑州的律师告诉大纪元 他的手机没有收到过高考期间 手机信号遭屏蔽 但他听说过这事情 电信公司并没有给全部用户 发有关信号屏蔽短信 北京一位市民 也是多年前从北京高校毕业的王先生 向大纪元透露当地的无线电管理部门会对考场周边所有的无线手机信号进行屏蔽 很多民众在网上抱怨 有的说真的有必要吗 断网 网吧停业 要不让地球停转三天 给高考让路 微博上诸多网友讨论 有人以疫情后遗症暗喻此举为地方政府疫情后强横管制手法的延续 也有网民表达愤怒之情 全国静默三天 建议所有人禁止呼吸三天 也有的嘲讽 是不是禁止其他无关人员出行 全面为人家的未来负责 王先生说 6月7日 8日 9日内三天 所有的政府部门全部为高考让路 全社会 你在满大街都可以看到 所有部门都是什么全市考生金榜提名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王先生还说 自己有外媒朋友跟北京市外办申请 对一个考场考生进行采访 也是得到准许的 但是当他们在那拍照片时 来了几个国宝大队的人说他们不能在这拍 当时正好有一个考生出来 其中有人就威胁那考生说 你要接受外媒采访就别上大学了 分析 作弊基本不大可能 中共小题大做 高考试卷属于国家绝密性文件 王先生说 试卷最左上角有个绝密性标志 起封之前该试题属于绝密 所以为什么高考试卷是由中国邮政全程武警在高速押运 从北京教育部的考试中心出去 印刷都是分布在各个省的监狱 然后通过邮政专用车送到各省的教育考试院 再由各省的教育考试院安排本省内的邮政车辆 再由国保之类的去押运 然后再押到各个地级市的教育考试院 然后在高考的前一天 也就是6号的时候 试卷已经全都运到考场所在附近的本市教育考试院了 他们专门有这个保密试 然后会有专人去看这些试卷 有360度的无四角监控 弄得非常直言 进考场安检 要安检三遍 然后还得需要人脸识别 拿着身份证人脸识别你 才能进考场 而且进考场之后 你还要进行一遍安检 所以你想作弊 基本上不大可能 尤其是现在 AI智能寻考 你作弊更不可能 对于中共干预考场手机信号 旅澳历史学者李元华 7日对大纪元表示 我感觉有点小题大做 这得是集团式的 才能做这种事情 作弊 个人根本就不行 你得串通那个考场里边 提前把卷子拿出来 或第一时间把卷子传出去 然后那个卷子给你打好了 再传回来 反正挺麻烦的 再说 现场有那么多老师 每个考场至少两三个 你不可能拿手机把它拍下来啊 然后坐好了再传回来 告诉你答案 反正是感觉有点奇奇怪怪的 而且 治标不治本 他既然能舞弊了 那可能还有其他手段 对不对 过去讲 别说现在时代了 那我在学校租个房子 把那卷子直接拿出来怎么样 有选择的测试干扰效果 为暂时准备 李元华认为 当局可能也希望测试一下 这种干扰的效果怎么样 平常干扰还不行 大家使着好好的手机 突然没信号了 那得挨骂 那网络公司也不能干呀 人家得讲信用嘛 你的网突然不行了 得赔钱呢 现在就可以不用赔钱了 我温馨提示你了 对吧 他说 在高考期间 他可以堂而皇之的大面积测试一下 这种干扰的实际效果怎么样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真正想干扰的时候 看看他测试一下怎么样 我觉得 这是一个实战式的 不是简单的光维高考 高考哪至于呀 而且 作弊是个别人的 也不普遍 你为什么要用 这么大规模的信号干扰呢 好奇怪呀 他还说 中国社会不是法治社会 本来这种舞弊 或重要的泄体 作弊 应该是 你愿严查就严查 没必要信号干扰 既然把这个卷子 发到某一级了 然后考场有这么多严密的监视 你还整这些 说明你那一套制度不完善 或不可信 高考制度 摧残人性 毕业面临更激烈竞争 中国的高考制度 备受质疑 王先生表示 我觉得中国 中共的这种教育选拔制度 有很多缺陷 而缺陷非常大 大到什么地步呢 当局害怕的一个非常搞笑的点就是 他这三天是严控大学生出校门 为什么 他防止这些大学生去替考 过去二十多年来 中国高校持续扩大招生 最近两年的官方数据显示 全国高考录取率约在90%上下 相当于绝大多数考生都有机会上大学 但要考上好大学并不容易 官方数据显示 2024年 中国本科的计划 招录人数只有450万人 也就是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考生 能考上本科院校 据澎湃新闻去年书里的数据 大陆全国范围 能进入一本 本科一批招生的大学 对的大约只有10% 而985工程所列的39所 高水平大学的录取率 低到2%以内 清华北大则是5%左右 太惨了 我就只能用一个惨烈来形容了 它高考真的是对学生的一个摧残 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考试 去年从河南一座五线小城 认到美国的高中老师 Lucy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在Lucy看来 中国这种以高考为核心的应试教育 完全无效 学生们对其也是深恶痛绝 考完后 同学们撕书 狂欢 把所有这些东西都撕得粉碎粉碎 就是第一时间要把它销毁 看都不要再看它一眼了 真的是太璀璨人性了 学生考上大学实属不易 苦读四年后找工作也不容易 毕业及失业现象越来越严重 据官方数据 去年6月 16至24岁青年调查失业率高达21.3% 创下历史记录 之后 中共不再报此失业率 今年1月才恢复发布 新统计方法不再包括在校学生 但此年龄段失业率仍达到14.9% 由于中共一贯隐瞒 官方数据遭质疑 北京大学的学者张丹丹 曾发文指出 去年3月 中国青年失业率最大值为46.5% 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 据统计 2023年的毕业生就业率 仅为55.7% 这是近年来最低的一次 而2024届的毕业生们 也不容乐观 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使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100%韩国优质 6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吃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 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身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身的6倍多 是白身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